就先回去了 多陪我待一会儿可以吗 你变态啊 你干嘛不穿衣服 你才变态的 你怎么进来的你 我敲门让你不开 有你寻短剑了 我爬窗户进来的 我在洗澡呢 我没听见铃声 你不能等会儿啊 你快穿衣服 等着 穿好了吗 你就不能等会儿再洗澡吗 你不是要给我上药吗 那我不得先洗澡吗 算了算了 这件事千万别说出去 我不要面子打 你也不许说 在哪儿上药啊 楼上 你经常爬别人窗户吗 我又不是小偷 爬人窗户干嘛 那她住在这儿的时候 你爬过吗 爬过 你别动啊 我给你上了药呢 她住这儿的时候 你爬干嘛 我们家厨房那次漏水 我就想上去看看 怎么回事 结果发现小飞晕倒在浴缸里 就是那次她碗被摔 绝食那次 原来是这样 你们的事小飞都跟我说了 真是委屈你了 习惯了 其实 小飞对你还一直挺愧疚的 再加上她那个时候 还是小孩子 什么都不懂 你就算怪 也不应该全怪到她头上啊 她倒是把你派来当说客了 什么说客呀 我就是觉得 你们俩的关系不至于闹成这样 我就是一个外人 也说不上什么 就是希望你别那么讨厌她 她挺可怜的 我真是想不通 这小子到底有什么魅力 搞得你们所有人都向着她 我可不是偏心啊 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好了 我也涂得差不多了 我就先回去了 多陪我待一会儿可以吗 不听话的刘海 好像不随我脾气反而却都想你 不奈犯的热天气 不耐烦的热天气 心情会下雨 阴晴不停想你 我渴望的我们 原来只是他说的一本 我渴望的我们 本来就只有我自己认真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不用 没想到你个小子平时柔柔弱弱的 关键时刻还挺面的嘛 猫急了还会挠人呢 你小子现在就会开玩笑了是吗 那个 你要跟周氏说的话 说了吗 说了 那 他说什么 很高兴 谢谢你 那恭喜你们了 那什么 你早点睡觉吧 我也先回房间了 不听话的刘海 好像不随我脾气反而 决斗 像你 不耐烦的热地清晰 太过分了 今这么睡着了我怎么办 下雨 下雨 陰晴不停 想你 喂 这就是你别动手啊 渴望的我们 原来只是他说的你们 我渴望的我们 我渴望的我们 本来就只有我自己认真 我渴望的我们 若不是你那么坚定的 告诉我 相信你吧 喂 张帅 主任找我 我现在就过去 拜拜 我们昨天晚上就睡在这儿了 你以为呢 说着说着你就睡着了 我又不敢动 就这样一夜在沙发上躺一宿 我的老腰啊 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舒服了 你的腿整着还挺舒服 要不再多借我整两天吧 想的没你 不跟你说了我去学校了 你等等 我换个衣服送你去 好久别 好久别 我先去